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圣某人 很久之前我做过一台安泰克DP502 FLUX的开箱 在对台主机里面塞下了可谓当时全部的新品 前部的假汉堡冷排兼容性 以及机箱自带的5把120毫米风扇 还有其尾坠的FLUX字样 都体现了安泰克为风道做出的极致优化 今天我们就再为大家带来一款FLUX风道优化机箱 安泰克DF700FLUX 以及安泰克的N1 7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 先看机箱正面部分 简洁的外框中是金属的网孔面板 安泰克的logo则是藏在了机箱左侧 铝合金的材质配合凹凸有制的金属前网 提供了良好进气性能的同时 也不失颜值 左侧侧板是一块4毫米厚的钢化玻璃侧透 打开侧板 机箱最大支持ATX转型架构 机箱的兼容性也非常强大 塔式风冷最大支持到175毫米的高度 显卡最大支持到405毫米的长度 电源最大支持到205毫米的长度 而水冷就更加厉害了 前部和顶部均支持360毫米 一提是水冷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的风扇放在前方 冷排放在内侧 那么前面板最大支持55毫米后排 后部也能支持一个120毫米 一提是水冷 催促部分更是最大支持3个3.5寸和3个2.5寸硬盘 或者一个3.5寸和5个2.5寸硬盘 正面提供了足足7个可拆装PCIe挡板 可以重复拆装利用 方便你随时升级硬件 可以看见 这款机箱同样标配了5把1400转120毫米风扇 前面板为3把AR级臂风扇 电源舱上部则是一把反液风扇 5把风扇可以在机箱内形成水平垂直的两种风道 并且安泰克在机箱侧板底部 点源舱上方与侧面 皆为显卡规划了最直接的风道开工设计 配合底部的反转风扇 可以更好的为显卡散热 显卡温度低了 频率就可以跑得高了 效能也就更强了 一款好的机箱在承载硬件的同时 更多的还是保护你的硬件 不被灰尘所侵害 风量大了 灰尘自然也会更多 为了做到进气不进尘 顶部自然配有大块的磁锡式防尘网 侧板开孔部分也非常贴心地设计了磁锡式防尘网 底部进气孔的防尘网 则是更加方便的抽拉式设计 整体的防尘网均可轻松安装拆卸 平时打理起来非常神兴 机箱顶部作为经常与灰尘打交道的地方 不仅风扇需要防尘 顶部的IO接口自然也得需要 安太克BF700为顶部所搭载的两个USB3.0和两个音频接口 都配备了橡胶防尘塞 即使你长时间不使用 也不会因为灰尘堆积而导致功能故障 顶部除了一个开机按键 旁边还设计了一个LED灯控按键 通过它可以直接调整机箱的RGB光效 机箱背板后也十分宽敞 同样为走线保留了充足的空间 左侧区域的背线空间足足达到了34.5毫米 主板部分的背线空间也是达到了26.5毫米 也同样搭载了风扇控制器 可以同时提供6组风扇的供电与换材灯效 并且支持PWM控制和主板神光红布 可以连接主板并通过软件控制机箱的整体灯效 底部的硬盘桑提供了一组托盘 可以做到面螺丝快速安装 如果你不需要安装硬盘 也可以直接移除整组硬盘笼 供你安装更长的电源 也更便于电源走线 而说的电源 自然就得介绍一下了 这款安裁克N1 750瓦 的确值得一说 80PLUS金牌日震全模组电源 全日系电容单路12V持续输出 扁平化的线材 极大幅度的方便了走线 提供了两根4加4PIN一托2的CPU供电 以及两根6加2PIN一托2的显卡供电 为了测试这款机箱和电源的性价比如何 我们使用了一套大众的配置 AMD 3900X搭配ROG的C8DH 配合立名的PA120双塔风冷 以及一张ROG STREX RTX 3060 Ti的显卡 有人说FPU压力太低了 不能算是极限烤机 这次我们使用P95加Fremark 4K解析 双烤10分钟 顺便运行一下3DMark的Timesbar Extreme 以及Flears Tree Unifor的压力测试 也有人说 你烤机测试只能测出散热器的效能 不能测出机箱风噪的效果 我们这次会把掉机箱自带的5把风扇的路面再测一次 以下便是记录到的具体数据 关闭侧板打开风扇 3DMark Timesbar Extreme 整体通过率99.8% 处理器平均温度47度 显卡平均温度57度 处理器频率4.3GHz 显卡核心频率1935MHz 关闭背板关闭风扇 3DMark Timesbar Extreme 整体通过率98.5% 处理器平均温度55度 显卡平均温度59度 处理器频率4.3GHz 显卡核心频率1920MHz 处理器主频不变 温度又明显升高 显卡温度升高 并且频率降低 关闭侧板开启风扇 3DMark Firestreet Unifor 整体通过率99% 处理器平均温度48度 显卡平均温度58度 处理器频率4.37Hz 显卡频率1935MHz 关闭侧板 关闭风扇 3DMark Firestreet Unifor 整体通过率99.5% 处理器平均温度53度 显卡频率温度60度 处理器频率4.37Hz 显卡核心频率1920MHz 同样处理器温度增加 显卡频率降低 关闭侧板开启风扇 T95 Firemark 4K 双烤10分钟 处理器平均温度70度 显卡平均温度56度 关闭侧板 关闭风扇 T95加 Firemark 4K 双烤10分钟 处理器平均温度72度 显卡平均温度60度 这一次没有测试噪音 因为据说Apple Watch测出来不准 为了给你们提供更有价值的测试数据 我们已经买了分贝仪和功耗插座了 但其实可想而知 在双烤测试中 有风扇动态下 显卡风扇转速在1560转左右 无风扇动态下 显卡风扇转速在1760转左右 CPU37的转速也有着显著的极高 如果你是风冷用户 并且你的条件允许 我们还是建议构建一个完整的机箱风道 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 安泰克N1 7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 直到现在 这款电源已经稳定的运行了6组满载测试 599价格外加7年的换新服务 已经堪比目前的电源大厂了吧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机箱方面 由于DF700目前狗东暂未上市 据说最后上市价格会定在440 439元 这么一款自带5把风扇 专为风道做出优化的 FLUX机箱 如果定价在439元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说出你的想法 过两天我们应该带来两套 安泰克DF700 FLUX的整机配置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也不要忘了点个赞 投个币顺便分享一下吧 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山伯仁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说你喜欢的 你会说你不得站起来 车子转会 你会说你快乐 车子转会 你会嘗嘟你 车子转会 你会说你快乐 他转会 好好吃 车子转会 你ä勿 你还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